哈囉大家好我是Yuga 我敢每天發影片 你敢每部影片都點一個大大的喜歡嗎?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看到1200個大大的喜歡 感謝大家的大大 這場要玩體驗服的神力與超人 是被改強的喔 至於改強的內容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首先是他的一技能 第一段位移的距離直接改強多了一公尺啊 這個距離我覺得很有感 而且命中敵人獲得的減傷是 施放就可以馬上獲得減傷 不像前一個版本 你一定要命中敵人才能獲得減傷 這是差別非常大的喔 所以我們在一技能不小心打到空氣的時候 也可以享有那個減傷喔 看到這一波對面的打野是潘因嗎? 他往前沒有辦法秒掉我 好險我們家有納克羅斯來幫我啊 這場我會走中路的原因是 我們家的電巨人 他也是走凱撒路 我就懶得跟他搶路 我就直接走來中路啦 電巨人就是體驗服最新出的那個角色 叫做業績 女超的二技能 他的手感是整個優化過的 然後他可以搭配大招做了一個接技 那個接技我們等一下一起看 等一下就會表演給大家看了 注意看喔要來囉 二技能在拉到人的時候 同時開了大招 你就可以在角色飛過去的同時 讓你的大招先行去蓄力 就可以達成秒開戰的效果 這個接技啊 我覺得有助於以後 就是女超人就可以在一個團戰裡面 有一個好的開戰 女超人的大招也調整了他傷害判定的範圍 以前的人只要跟女超人是重疊的情況下 你的大招是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傷害以及暈眩的 這個版本如果有人跟女超人重疊 我大招一樣是可以有對他傷害跟護盾 另外一技能還有蠻多的一些機制改動啦 例如我們剛剛前面講的位移距離提升 還有新增一個機制被我一技能第一段攻擊到的敵人 會受到0.25秒的暈眩 這個暈眩可以幫助女超人可以去斷招啊 什麼的都非常好用喔 因為現在斷招真的很重要啦 在河道看到了潘因 他跟我都是六等 但是我的坦度跟我的傷害 明顯跟他有落差了一大截 潘因還是需要去找機會去農一些經濟 可能才有辦法秒掉我吧 畢竟我是一個戰士啊 入藍嗎 好像可以喔 人有點多 這個潘因 他殘血不回家被我拉過來了 敵人只要在血量50%以下 我二技能就可以把他拉過來 如果他血量高於50% 則是我會被人家拉過去 像這個拉茲拉過來 直接把他殺掉 欸 是勇殺的欸 喔 那個勇射大招下來喔 射這麼準喔 回補之後看一下下路 拉茲正在拆塔 先把兵線清掉 他就沒有辦法拆塔啦 然後第二段嘟他 把他拉過來 開了一個斬殺 是我很怕被美娜搶到頭 所以斬殺呢 我就直接開了 這斬殺在體驗服叫做儲決啊 我覺得應該是翻譯上的問題 有很多角色他在體驗服 就是翻譯成中文 都叫做不同的這個名字 所以應該是英文翻譯上的問題 蘭鐸就說隊友這麼弱打傻 我發現 欸 體驗服最近超多台灣人玩的 也有可能是因為暑假的關係 或是台服不斷的在宣傳體驗服喔 如果今天我是一個屁孩 我還是一個學生 我沒有錢可以買角色的話 我也會選擇玩體驗服 因為我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我就可以玩到很多角色 而且體驗服這個狀態也可以玩得比較好 因為大家都可能屬於練角狀態 而且你又可以搶先體驗到很多新英雄 是我的話我會選擇玩體驗服 你要花錢還沒辦法花咧 OK 在中路可以看到 女超人現在傷害很高 我是建議出一些傷害的裝備啦 因為女超人本來傷害就很高 像我左下角這一套裝備 如果你沒有像我這麼順風的話 你可以把全能改成冰袍 也是OK的 現在還沒出到魔防 所以這拉茲打我好痛喔 唉唷 哇 她的大招 她剛剛應該是大招接睡衣 然後跟我一個完美擦肩而過 如果她不接這個睡衣 剛剛就把我殺死了 好險啊 差一點點 就會死掉了 好險我現在死亡次數還沒有破彈喔 不知道你們覺得 女超人這版改的怎麼樣呢? 我個人是覺得 一技能她位移距離是整個大幅度的成長 再加上她2技接大招 又有一個可以讓你有連技的玩法 可以強開戰 因為以前女超人她大招 在施放的時候 應該說這版也要 就是要蓄力嘛 那你在人家面前蓄力 像蘭鐸那種人 你一蓄力人家早就跑掉了啦 可是搭配2技能的強開戰 就可以確實的把她控在原地 這個很關鍵 唉唷 哇 我剛剛一技能的第二段 打這個0秒 有2998的傷害 將近3000 很高耶 又是這個拉茲 這個拉茲我拉不到 我又不太敢靠近她 因為她有點痛啊 好險我很硬 開了一個大 有暈眩到 唉唷 我覺得剛剛那個大招顯示的範圍 好像有點超過 她的範圍了耶 就是明明那個拉茲不在我範圍內 可是我確實有暈到那個拉茲 像我打得很保守 我還蠻怕被那個拉茲秒的 因為經過剛剛那個差一點被拉茲殺掉之後 現在打拉茲就有點怕怕的 Dill已經在打主爆了 可是她們沒有兵線 可能要等下一波吧 那可以喊一個撤退 她們狀態也不太好 那我們先去推這個中路的兵線吧 女超人還蠻適合出護衛軍戰盾的 因為她本來就是要貼身跟人家打 那護衛軍戰盾可以增加自己的防禦啊生命啊 降低周圍的攻速 來蹲藍草 應該會有人吃冰吧 或吃這個小野怪 因為果然上面好像是蘇 哎呦 怎麼又有蘭鐸 嘗試看看啦 他們打我好痛耶 這蘭鐸 那我先跑囉 因為這蘭鐸會不斷的餵來餵去啊 我應該會被她風箏 所以我們先撤退 先回家補個狀態吧 哎呦 那可可以耶 單殺了蘇 她能不能再單殺蘭鐸呢 我們從小地圖來看就好了 那美娜是不是有點掛機啊 在那溫泉 我看一下經濟 納克贏蘭鐸 贏了兩千多塊 快三千塊喔 小地圖的話 納克好像是放棄了 因為 畢竟蘭鐸會是餵來餵去啊 然後納克的狀態也很慘 可以從小地圖右邊那個隊友的頭像 看到她的狀態 新英雄好帥喔 那個叫做業績的啊 她那個巨子真的很帥 這個蘭鐸有點兇 她打我好痛耶 真的有點痛啊 後面有一個拉茲 她是不是想壞壞啊 哎呦 往前 好險我現在已經出到了仙靈喔 然後斬殺一樣是開 因為我真的很怕 只要旁邊有人 這個頭就被剪掉了 反正斬殺不開白不開 雖然開了有點浪費 但是不開 有時候就覺得自己傷害可以 就沒有開 結果傷害就不夠 確保啦 確保擊殺 OK的 這波對面倒四個人 好像可以直接結束掉遊戲喔 對面的蘭鐸有點氣 真的耶 這個越南體驗服 也太多台灣人了吧 不像之前真的太多越南人 她在打什麼字我都看不懂 然後系統翻譯的就翻譯的超爛 以上就是神女女超人 在體驗服的實戰解說囉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幼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